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贾娃尔大学传播艺术系的云桥 我是雨翔 云桥,你听说最近在巴西举办的一场变装审美大赛 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吗? 没有耶,发生了什么事 在The Miss Game Moto Grosso选美大赛的颁奖环节中 亚军伽丽贝克的丈夫马修斯突然冲上台 抢走了冠军伽丽手中的后冠 然后狠狠地把他摔在地上 太疯狂了吧,他干嘛要这样 他对于妻子职货的第二名感到不满 也认为选美赛制不公平 所以当下就失控了 是马修斯把贝克一把拉走 天哪,感觉贝克当下一定很不知所措 而且马修斯还捡起后冠又摔了一次 才跟着保陈离开 那主办方有对这起事件做出回应吗? 主办方重新定制了一个新的后冠给冠军加力 同时确认了马修斯的行为 表示将对他进行法律追究 那我们就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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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 他一定可以得到公平审判的 he shall be given a fair trial 第二个单字 失控 lost control 失控 lost control he lost control of his car 他的汽车失控了 he lost control of his car 第三个单字 冠军 champion 冠军 champion the winning team will be champions of the world 获胜队伍将是世界冠军 the winning team would be champions of the world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公平 fair 失控 lose control 冠军 champion 那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了吗 那下次我们在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